中国每卖出10把电吉他,就有4把产自山东维方的小镇唐吴。 山东省维方市昌乐县唐吴镇乐器产业,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。 经过50多年的发展,唐吴乐器远销欧美、日韩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, 被誉为中国电声乐器产业基地。 唐吴镇的居民从事的工作也大多与乐器有关。 镇上的农民种植小麦、芋头、西瓜等作物。 而耕作之余,扛着锄头的农民摇身一变,就是出色的剧情师调音师。 在任有乐器产业之前,我基本就是在家的中地,全家三口业吧,种着六目多地。 主要种着是花生、芋头、小麦、还有这个地瓜。 明年的这个经历手约吧,基本也就是维持着人生生活。 当年节吧,也没有多少手约。 任有乐器产业之后,我的时间充分离用起来了。 上午呢,到乐器厂上班,下午呢,到田野里中地。 这样呢,我就获得了两重手艺。 我的生活呢,水平呢,逐渐地提高了。 一次性也逐渐地改善了。 家庭人也越来越富裕了。 李庆峰目前在乐器厂从事调音工作,每个月除种地外的额外收入有六千多元,极大提高了他们一家的生活质量。 长时间从事吉他调音工作,也让他爱上吉他,了解吉他,不但做了曲,还出了书。 2001年,任有乐器厂上之后,我除了获得一些经济收入之外,因为我还获得了三大收获。 第一个收获,就是我写出了长篇即时文学,提前上的歌。 这部书呢,详细地去说了我们唐物乐器五十年的发展历程。 第二个收获呢,就是我学会了作曲,每天的工作呢,我就是贪心,这样呢,为我要作曲也提供了方便。 第三呢,我学会了设计吉他。 20年的时间里,从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到独立写书作曲,乐器厂的工作成了李庆峰的底气。 同样从事乐器行业的村民秦继多,不仅提高了生活质量,还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,在国际上都有了一定的名气。 2005年,我都请到一家乐器公司,他们是专门做马脱领的,后来我就慢慢接触到马脱领,并且喜欢了它,开始制作它。 从首公司秦继多成立工作室来看,做方更能够出景品,更能满足高兴化需求。 因此16年,我回想,重复了自己的五十年工作室,主力制作马脱领。 秦继多成立工作室至今已经6年了,目前,每个月能接到四五个国际订单。 平均年收入在30多万元。 据了解,唐乌镇大约有70%的人口在从事乐器产业,月平均工资能达到8000元。